YO!大家好,我是阿Jer 今天很想跟大家說的就是 其實我覺得香港真的很需要一個徹底的解決 可能看這影片的你們是一位學生 Fast Greg 又或者已經是社會上掙扎的人 又或者是有車有樓開手的中產 又有可能是退休的高公婆婆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其實現在香港已經不再是香港了 不過我實在說,其實從小到大 就一直沒有怎樣理過香港的社會問題 或者是時事問題 這亦由中四開始接觸了通識教育科之後 自從那天開始,就慢慢養成了 我開始看新聞或報紙的習慣 那很自然,慢慢慢慢的 我就開始了解香港的社會發展和政治議題 同時我也了解到 其實香港真的是一個非常賺錢的地方 對有錢人來說 但就絕對不是被人欣賺的地方 嚴格上來說,知道你在香港 如果你不是有錢的話 基本上你不是叫生活 而是叫生活 就像我這樣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今天想要拍一段影片 跟大家說一下香港的社會問題 為什麼我們會由生活變成生存 不知道在香港的你,會不會有一點點同感呢? 第一,在香港的產業發展過分單一化 其實香港的發展主要是以金融、旅遊、服務業為主 但近年來,其實也不是近年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 其實香港除了這三大產業 呃... 我真的想不到其他有什麼發展 就是環保方面的發展 又或者是科技 體育 甚至是教育等等這方面的發展 我在這裡想跟大家做一個實驗 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玩 就是當我說某一方面的發展的時候 大家不妨可以想想香港近二十多年來 在這方面的發展究竟是怎樣 以及對你印象最深刻的東西是什麼 好啦,首先說環保方面 呃... 三色回收箱 救命啊,現在2020年 政府正在用三色回收箱的概念或計劃 在這裡想補充一點資料在環保方面 為什麼香港的環保發展一直都這麼落後 或者停滯不前呢? 其實我之前讀書的時候 我有一個教授曾經說過 其實香港環保發展其實是可以走得通的 基本上環保發展這件事 其實是可以賺到錢 以及是可持續的 但是為什麼偏偏在香港實行不到環保的概念或環保發展呢? 以往香港還有少數的回收製造業 為什麼他們做不起呢? 其實最主要都是因為成本問題 而香港政府其實很搞笑 往往這些環保的企業 又或者是那些回收製造業 想問政府多拿一些資助 多一些津貼 希望他們可以做大它 政府通常都是因為自由市場的原因 不可以偏袒某一方面的發展 不可以偏幫你 所以我在這裡就很簡單地跟大家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們香港的回收製造業一直都沒有 就是因為香港政府的官員 他們的思維還維持在環保製造業 是用私人的方式去運行 而不是政府去幫他們去運行 所以到現在一直都搞不好 好了,那之後在科技方面呢? 呃... 我真的不知道啊 不如你們回答我 香港其實在科技發展方面 有沒有什麼是自家研製的東西 出來的? 坦白說,以我所知 其實香港的科技發展還是很落後 我覺得最主要原因是 香港沒有一個長遠發展科技的規劃 真的很簡單 其實你可以隨便一個大學讀科學或科技的人 又或者是阿蘇或是 High Deep 也讀過科學或是科技的人 坦白說 10個裡面起碼有9個人 一定不會做科技研究這方面的事 為什麼呢? 因為沒有錢 所以很多年輕人都算卻步 從現在方面 可想而知 其實香港一直沒有一個理由因素 去吸引人才在科研方面的發展 所以香港的科技發展一直都停滯不前 好了,到體育方面呢 老實說,我第一時間就會想起 李麗珊 黃金堡 傅家駿 即是這些代表香港出賽的運動精英 這次我想說一下 其實香港政府一直都有資助香港的體育發展 其實我個人認為 其實香港的體育硬件發展已經算是足夠了 但我覺得衰就衰在 其實跟科技發展的模式真的差不多 很難吸引一些新血在體育方面發展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人工在餘 或者可能是將來的長遠計劃 或者退休計劃 即是運動員退休計劃等等 其實香港在這一方面 包括一些全職的運動員的薪酬福利 基本上真的是 小老混蛋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在香港玩運動 基本上很多人都是當一種興趣 而不是一種職業 而且到現在為止 我絕大多數香港人 對一些玩運動的人有一種想法 就是 什麼啊?你找運動? 找不到吃的大哥 我真的在香港做運動員 好像做乞丐一樣 大哥,這樣又怎會發展得好啊? 那教育方面呢? 呃... 就是普教宗那些 現在的教育就是 我以前的小學 現在的年輕人走出來的時候 哥哥和普通話交流的大哥 唉... 不敢以為我的小學搬到大陸 好啦,其實一直以來 我所認識的香港應該就是 一個擁有多元化發展 多元文化集中一身的地方 但現在的香港真的是 找工作就是看見金融、旅遊、服務業請人 然後一街都是旅行團 那些人又是賴屎賴屎賴屎 真的走都走到偷不通氣 又或者周圍都是一些藥房、金舖 又或者是一些名牌商店 最過分的就是 基本上如果你進去 你不說一句普通話的話 他們是不會送你 第二,是商店太單一化了 不知道大家還記得香港曾經擁有一個 美食天堂 或者購物天堂這個美語 現在美食天堂 你有消息嗎? 美心天堂就有份 事關於大家平時幫忙的店舖 即是就好像當當屋 元氣 Starbucks 其實都是美心天堂 還有那個購物天堂 地獄就有份 即是現在香港一街都是藥房和金舖 認真 老老豆漢 在香港耶 香港也只有700多萬 生育率一�삶康 我真的很想問問 是不是真的需要這種藥otto 實際是他說你老老板 是整個七個人 你以為想要每天管국人都需要買藥呢 還是香港人真的要每天就買多買淥落呢? 難道小組不喜歡飲料 才買… 是想買奶醉後再飲? 還有,金舖也不會太誇張吧? 你也不是以為香港人的生活是怎樣了 沒錯! 太好了! 繼續出� 來用單一隻選 marche 唉…image 手錶還壞了 有些不行,真的要買金牌才行 喂?媽媽去了哪裡? 什麼?買什麼?買金條吧! 家裡的金條就是沒有了 第三是香港的樓價高期 相信大家都知道,香港的樓價一直都處於高位 但你又知道嗎? 其實我們的樓價不只站在高位那麼簡單 還有是全球第一 根據國際顧問組織Demographia 在2019年的全球城市樓價負擔能力報告指出 香港的樓價是佔家庭連入息中位數的20.9倍 即是相當於21年,不買東西不吃東西才能買到香港的樓 是21年啊! 還沒叫一班最低工資,又或者單身的打工仔 所以對一般打工仔來說,如果你在香港想置業的話 恭喜恭喜恭喜 你們又回不了頭 分分鐘真的供到退休才供完 第四,打工仔瘋婆OT 在這裡真的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究竟除了政府工作之外,有什麼工作是不OT的? 唉...我真的想不到 現在就用政府工作對於OT啦 好心說,只要你工作是經常是OT的話 基本上,你每天的生活除了上班,就是上班 說真的,其實上班也不是什麼問題 我們應該比較樂觀地想 一分耕耗,一分收,對不對? 好心說,賺多錢錢不好嗎? 但問題是沒有錢 你要記住,在香港,OT和份量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而最搞笑的就是,不知為何香港總會有一群人 是很proud of香港這個OT文化 即是你說香港是不是真的很可悲? 好啦,那今天再說到這裡 其實香港人都出名忍德了 無論周圍的環境如何變也好 我覺得絕大多數香港人都寧願選擇去適應 而不去選擇去改變現狀的 但大家有沒有想過,當這些改變不斷惡化 惡化到一個地步就是你根本就適應不了 而這個時候,你又想改變的話,基本上是回不了頭 過去啦,香港的樓價一直高期 你了 周圍都是金舖和藥房 你了 一街都是自由行 你了 食物越來越貴 你了 政府又不理多元發展 你了 而且不斷通過超資工程 你了 而現在就有一群年輕人 終於肯站出來對抗腐敗的極權政府 但你們竟然說他們阻礙你的生活 究竟你們有沒有想過,其實誰才是一次又一次壓迫你們的生活 而你不如想一下,究竟一群無權無勢的年輕人 可以怎樣對你的生活造成壓迫 記住,這個真的很重要 當社會上出現了問題的時候 記得要不停地問自己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想多一點點,還有多看一些不同的資訊 好啦,那也是那一句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LIKE 或者Subscribe我的頻道 拜拜 拜拜